好听在云听 越听越好听 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音频客户端云听APP和中国交通广播联合打造的 全球流行音乐金榜 我是主持人凡克 全球流行金榜认证 很高兴可以和大家在这里见面 每一周我们都会相约在这里 来跟大家分享一些明星的动态 同时我们也会邀请明星走到我们的直播间里 来跟大家参与一些互动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金榜先锋 他既是一位优秀的演员 同时也是一位非常出色的歌手 让我们来欢迎今天的嘉宾 青年歌手同时也是演员身份的张哲瀚 来跟我们镜头前的朋友打个招呼吧 哈喽哈喽 全球流行音乐金榜的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张哲瀚 今天呢我们邀请张哲瀚做客节目 我觉得我刚刚已经看到在直播开始之前 很多的粉丝已经在评论区去刷屏了 已经等待着你的到来 然后大家应该也知道 其实最近他有最新的一些作品出现 先来给我们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这次的这张EP 就是有个任务嘛 一年发三首歌 发一张EP 然后攒着 攒到一定的时候 就可以开那种比较大型的演唱会 是为了大型的演唱会再做准备吗 这就是一个终极目标 终极目标 其实大家知道在去年的时候 应该去年的算是首张EP 对吧 然后这次呢跟大家见面的同样也是一张EP三首歌 目前是跟大家见面了两首歌 还有一首是在10月18号要跟大家见面 先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次的这个我遇见我这张EP吧 其实也不是10月18号跟大家见面第三首 只有在现场的朋友们能够听到10月18号有有些有个现场版本 因为还没有录制好 所以就直接做了一个live的版本 然后呢就是跟乐队配合直接唱给大家听 这张我遇见我呢 就是一些把自己的一些想法融入进去了 就是每个人都会遇见自己 遇见很多不一样的自己 就是因为在像我是个演员 我会一年当中饰演很多不同的角色 然后呢我会遇到个很多不一样的我 可能生活在古代 可能生活在未来可能生活在年代都不一样 然后然而对于每个人 其实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从早到晚 可能也要经历好几个身份的转换 可能是可能是妈妈 可能是孩子 可能是员工 可能是老板 也可能是一个反正很多身份 然后呢我们都会遇见不一样的自己 之后呢有的时候会 我有的时候啊会尝试跟自己对话 自己跟自己对话吗 还是角色里的自己跟自己 没有没有 就自己跟自己 就自己跟自己 自己跟自己对话 角色也会 也会 角色倒不会去对话 但是会去想象 对 就是 所以我遇见我 就是每个人都会遇见自己 然后倾诉的对象也好 包括自己跟自己倾诉也好 包括自己跟自己反省也好 我觉得都是遇见自己的一个那个过程 因为我看在很多地方介绍说这次的歌曲 其实是你平常的一些随想把它变成了歌 是这样吗 是平常会有一些记录的习惯吗 会有一些记录的习惯 因为在拍戏的时候 不论是看了剧本 其实剧本就像一本书一样 看了剧本 包括你去演这个戏 就等于是把这个书读了很多很多遍 可能就是说每一页都会重复读十遍这样的感觉 就是很深刻 然后会有一些感悟 包括每个角色 演每个角色当中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感悟 都会记起来 包括演这个戏的时候 有什么痛苦的经历啊 开心的经历啊 然后我也都会把它写下来 怎么能够把随笔变成歌曲 这其实是需要一个过程 你不能直接把随笔拿过来就去唱 应该会有一个过程吧 过程的话就是拼凑嘛 拼凑 拼凑 拼凑于是有了这次的 我遇见我这张EP 包括其实刚刚介绍的这个 我遇见我的应该算是同名的歌曲 其实也是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感觉 要赶紧先跟大家提示一下是 大家应该是可以在评论区去留言 如果说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 直接可以在我们的云天APP当中去留言 然后呢 想问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啊 都可以随时来问我们 然后我们就会实时的跟大家解答好不好 我们也看看大家的热情到底有多高 今天其实分享这些还有一首歌曲 已经跟大家见面 我相信很多朋友应该已经听到了 叫做说好了 这算是首第一次尝试说唱吗 对 本来也没记首歌吧 第一次尝试 第一次尝试 我听说是你之前一直很喜欢 很喜欢这个风格 于是这次尝试了 对 就是因为之前每个夏天都会看中国新说唱 然后里面有很多歌手啊 就因为拍戏啊 不管生活当中都需要一些激情嘛 都需要这些音乐来刺激它 所以就很喜欢有些歌手 写的歌也非常好听 因为而且中国像说唱 这个方面也在不断的发展 所以自己也很 本身很喜欢这类的音乐 我们我刚刚看了看大家的留言 我来挑几个问问 各位有什么样的问题 可以随时在我们的云听APP当中 来去提问啊 简单看几个 这位朋友说 南林说汉哥第三章EP 有想好走什么风格吗 还没有想好 已经开始催交作业了 还没有硬 然后还有朋友问说 多久开演唱会 其实10月18号的这个算是一个 小型的 很小型的 手唱会 对对对 很小型的 说这个演唱会有没有提上日程 不是说了吗 10年之内吗 10年之内 10年之内 OK 现在可能还有七八年吧 宝宝说 手唱会准备好了吗 有什么样的惊喜带给大家 去看了就知道了吗 有什么惊喜 现在说出来还叫惊喜吗 那就比较惊喜 而且刚刚我听你说 那首歌是只有在手唱会能够听到 对对 如果结束之后就听不到了吗 没有不是结束之后可能要等 等一段时间 等一段时间才会发出来 啊 啊 那这个手唱会的内容会同时时的对外公布吗 不会 就只有去的人才能够听到 对对对 那就是这个就是 天哪 对 那你真是 买票啊 花钱了人家 只有这一部分人 而且以人 我觉得那人应该 就是人数也会有限嘛 现在对吧 应该没多少人吧 那真是各位得开始抢 我觉得 还有朋友 我在看看大家有问 问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啊 说 说唱练起来有难度吗 就刚刚的那首歌说好了 因为应该算是第一次唱这样的 歌曲 还好 还好 其实还好 你有向一些这方面的老师去请教或者 就是学过说唱啊 嘻哈啊 这个 那没有啊 没有 没有 凭自己感觉 对对对 就是跟着节奏来嘛 跟着节奏来 我不知道各位对这次 大家已经听到的这两首歌 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看法 或者你喜欢某一个点 都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来跟我们留言 分享一下 说说 你对这些歌曲有什么样的看法 在这两首歌 包括这三首歌的创作过程当中 有没有一些好玩的事情跟我们分享的 或者比较难忘的 好玩的事倒是没有什么 因为就是这几首歌 从制作到那个都比较顺利 我也比较给我很大的惊喜 所以都大家一起努力去 去把它做好 还是自己是非常非常喜欢的 我看介绍里面说 你也参与了专辑的创作的一些部分 那之后有没有说想要从做一些 比如说制作人呢 有没有想过这样的身份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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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唱歌 对 先唱了再说吧 先唱 对 演员还没干好的 对 歌手先慢慢来吧 歌手的身份慢慢来 对 如果说你在挑一些demo 或者听一些demo的时候 会有一些自己的标准或者要求吗 也没有说太多要求吧 然后给到 然后又会听 听了以后就选 就是选自己喜欢的 选了 如果觉得 诈很好听 就把曲留下来 然后自己写点词什么之类的 OK 其实我们今天邀请张正汉做客节目 我先节目组 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好玩的内容 刚刚既然聊到了很多的音乐 有一个游戏 非常能够考验音乐人的水准 要不要参加一下 这个叫做音准大挑战 我先给你简单介绍一下 就是呢 我觉得会有一定的难度 是因为耳机里面会放着一个非常干扰的声音 非常洗脑的歌曲 然后呢 你听着这些 再来给我们大家唱另外的一首歌 所以我们让工作人员先把耳机 还有那个播放器拿过来 我们来看看这个游戏叫做音准大挑战 今天呢 我们是准备了三首儿歌 然后会给你提供歌词 先听一下 然后呢 再来唱 先简单听一下我们这次准备的三首 三首歌吧 话筒要掉 先看一下吧 这是我们准备的三首儿歌 要不先让工作人员放第一首儿歌好不好 我们先来听一下 这三首儿歌都是什么 看他放的第一首是什么吧 一起来打开 这三首歌 快乐快乐数一数 二十六七八八 咖啡有人多哑 父亲到底多少哑 多少哑 多少哑 好 小时候唱过吧 不是很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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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首 除了那个 我是一条小青龙 熟一点 比较很熟 对 让我们戴上耳机 现在先做第一个是吧 对 先唱刚刚的这首 好 叫这首歌叫什么 鼠鸭子 好 先戴上耳机 你戴上耳机 我来给你播放吧 这个时候 可以吗 能听到吗 我们现在是播放了一首 非常洗脑的音乐歌曲 然后呢 让他来唱 刚刚我们大家都听到的 这首鼠鸭子 我真的什么都听不到外面 可以开始唱了 门前大树下 收过一群鸭 快来快来 数一数 二四六七八 哎呀 哎呀 真呀 真多呀 数不清 到底有多少呀 数不清 到底多少呀 我聋了 我要看看评论区 大家在说什么 我聋了 这有 哎呦 这个耳机里的声音太大了 你看我 鼓档子这么大 跟音响一样 太大了 我什么都听不见 耳哥不错 可以可以 各位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刚刚是唱了第一首歌 有人说耳哥比较适合你 这是有朋友在评论区留言的 说耳哥不错呀 刚还有朋友关心说感冒这两天好一点了吗 稍微好一点 稍微好一点 OK好 有朋友关心 我们来听第二首歌吧 好不好 第二首放哪一首 耳哥 来听听 我身后有一把尾巴 谁也不追抱 追到 我有多少蜜蜜 有多少蜜蜜 好好好 可以了 可以戴上耳机了 孩子又哥 我可以给你换一首 换一首 换一首 来换一首 好 可以戴上 唱 可以唱了吧 可以了 可以了 我头上有几脚 我身后有一把 谁也不知道 我有多少蜜蜜 继续继续 我我头上有几脚 我身后有一把 谁也不知道 我有多少蜜蜜 我看你是你是 凤凰传奇的粉丝 不是这是工作人员 准备的 跟我没有关系 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下 你想不想听自己的回放 可以啊 回听 音频版的回听 是在今天晚上结束之后 应该是12点过后 在我们云听APP当中 大家来搜索 全球流行音乐金榜 就可以听到我们这期节目的 音频版 大家呢 在回听音频版的时候 当音频版的点击数量 达到两万次的时候 会解锁一条张哲瀚的 叫做彩蛋 应该算是一条音频的彩蛋 可以解锁 所以呢 大家在今天节目结束之后 明天就可以在云听APP当中 来搜索 全球流行音乐金榜 来听我们这期节目的 音频版的回听 当然你也可以再次来听一下 刚刚张哲瀚戴着耳机 因为是非常干扰性 还是蛮强的 因为特别洗脑 没想到这么大的耳机 特别洗脑的歌 然后再去唱这些耳歌 我们还有一首耳歌 先来听一下吧 先来听一下这个 小罗号 小罗号 一滴滴吹 然后听得战时飞 小罗号 一滴滴吹 等会听到小微微 小罗号 一滴滴吹 唱声欢唱会 小罗号 一滴滴吹 把它听得快快快 OK 嗯哼 OK 小罗浩 可以 那我给你再换一首歌啊 这是他们准备的 接下来的一首 开始播了吗 小罗浩 滴滴滴吹 海鸥听了战翅飞 小罗浩 滴滴滴吹 老婆听了笑微微 小罗浩 滴滴滴吹 深深换船归咯 小罗浩 滴滴滴吹 阿爸听了快回咯 OK 这首歌有点问题 有点在卡 是吧 对 断断续续的 其实这也算是一种干扰 干扰的会更强一些 刚刚我们唱的是小罗浩 我觉得这应该都算是 我们小时候都听过的歌曲吧 都听过 都比较熟悉 可能我太小了 自己不是那个 我们那个年代的 我太小了 我不知道大家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我看到刚刚很多朋友 非常关心你啊 有朋友说 哎呀 就是说还在感冒呢 说说话就行了 不要唱歌了 很关心 我们跟大家聊聊这次的 刚刚其实跟大家说这次的音乐 说我在你的 应该算是微博上看到一句话 说一见钟情的我遇见我 想尝试已久的嘻哈曲风说好了 这种 为什么叫一见钟情的我遇见我 嗯 嗯 我写的吗 是一见钟 还是文案当中这么说的 文案当中这么说的 文案当中这么说的 我没有想要一见钟情的我遇见 你跟你没有关系 跟我应该没什么关系 我遇见我 我觉得这首歌 我去听的时候 我会有一种什么感觉 就是 他 我不知道 我觉得我自己的影子 还蛮重的 可能是 歌曲里面会有 会让大家有很多共鸣的地方吧 就是你可能是在 你在唱的时候会在唱自己吗 还是在唱大家 嗯 唱的时候 唱的时候开心就好 开心就好 随意 对 没有在想说 我是要再唱给我自己 还是说要唱给大家的 唱给大家听的 唱给大家 唱给大家听 OK 好 平常都喜欢听谁的歌 这是有朋友问的 听啊 周杰伦啊 林俊杰 王力宏 嗯 嗯 你觉得自己的音乐 会受他们的一些曾经 因为听过很多他们的作品 会受他们的影响 或者 从他们当中去汲取一些能量 会 一定会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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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可以在今天节目结束之后 回听我们这期的音频版 当音频版的点击量达到两万次的时候 就可以听到这期的彩蛋了 我们聊了好半天了 也给粉丝朋友送来一个福利吧 来进行我们今天的第一轮抽奖 第一轮抽奖是我们工作人员设置的一个口令 跟大家说一下怎么玩 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直播的评论区去敲出几个字 这是我们这一次抽奖的口令 叫做遇见张哲瀚 大家按照留言的顺序 我们工作人员会挑选出前两名 来送出张哲瀚的亲笔的签名照 当然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评论 可能会稍稍的有一些延迟 大家不要召集中奖的名单 稍后也会在云听的官方微博当中 来跟大家公布出来 所以我们现在就开始好不好 叫做遇见张哲瀚 大家可以目前就可以在这个直播的平台当中 去刷遇见张哲瀚这五个字了 我们会看到一会工作人员会挑选出前两位 对不对 稍后我们还会有第二轮的抽奖的环节 这第二轮的抽奖就要交给张哲瀚自己 来想一想到底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什么样的口令 好吧 等一等吧 可能有一些延迟 你看各位都在 都在刷 遇见张哲瀚 OK 好我们再聊一聊 大家经常会看到 其实在一些剧当中张哲瀚的一些角色 在剧里的时间应该会占到 你生活挺大的一部分吧 对 因为三分之二吧 三分之二会比平常自己的生活要多 多多很多 多了多 真的吗 对 所以我看到在哪 我不知道再忘了是在哪个平台 你说自己是横飘 是你说过的吗 好像是 好像先说过吧 好像 所以我知道刚刚其实张哲瀚也是从天涯客杀青 所以能不能简单的跟我们介绍一下 这次这个剧 你饰演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我饰演的是一个 我这个角色 不好用简单的一两句话来说 那你就长篇幅的跟大家说 就是一个 空气突然静止了 就是真的因为他分很多 是不好介绍吗 也不是不好介绍 就是说一个 怎么说呢 一个改邪归正的人吧 对有点像 改邪归正 然后 他其实做很多事情也是 因为他这个人物分了很多很多时期的心理和变化 就是其实当时我也是这么觉得 我觉得我小时候一直觉得我是不会变的 我是绝对是坚持自己走的路不会变的 其实在生活当中一点点 还是人还是潜移默化的会发生一些改变 其实这个就是成长的嘛 就角色也是在故事里面 戏里面就是慢慢成长 我们大家也是 没有说哪个人会跟以前一样一成不变 那可能就傻了 对 这次的这个剧 因为刚杀青还没有跟大家见面 能不能稍微透露一些让我们期待的点 有没有什么呢 期待的点 这部戏的 还是花了很多功夫 四个月酷暑在横店 然后呢 一个偏武侠类的吧 打斗应该是说非常的华丽 包括一些特效 包括一些 我们的腐化道是一个制作非常精良的吧 至于戏演的怎么样 要大家观众去看了以后才知道 反正我们已经付了 付出了很多的辛苦 希望就是说 到时候呈现给大家的时候 大家能够喜欢 那我们大家就期待一下 期待一下 到时候跟大家见面的时候 大家再去看 我觉得刚刚跟大家介绍的这个角色啊 包括剧当中的一些亮点啊 在剧中拍戏的这个过程当中 你觉得有没有一些难忘的瞬间啊 或者说好玩的就在剧组的故事 能跟我们分享的 有没有很难忘的事情 在剧组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戏本来是要冬天拍的 后来因为遇上了疫情 所以改到夏天拍了 所以他们做的衣服都是冬装 啊 就一场的热 非常非常热 然后 就是 就我就觉得自己快坚持不下去了 顶不住了 然后我就给自己买了一本 一个倒计时的 就是一个本子 嗯 然后 一百天 因为那时候拍了一段时间 给自己买了一个那个 然后上面有每天都会有很励志的话 去 去激励自己 然后就每天撕业 每天撕业 然后撕到最后一的时候 哇 觉得就 结束了 结束了 觉得 其实 生活当中也是这样 当我们想做一件事情 像熬过这一段事情 想成长 想得到提高的时候 也是 就比如说 你花一百天的时间去坚持 做一样 你觉得有意义的事情 是会让自己成长很多的 当你好像 这样一天天走完 坚持完一百天 你不知不觉当中 你就可能学会了一样新的技能 或者是 像我就成就了一个 不一样的角色 嗯 我觉得这个是 突然找到 后来 后来我们那个化妆师 也学我 他们自己做了一本 那个 死 你就每天死 就觉得 因为可能 因为实在 每天工作那么长的时间 然后加上 还要去 对抗天气的原因 就 大家都会 都会有一些觉得难熬 或者什么 但是慢慢的 你坚持一天天 把它当做一天天 每天都过好它来 这样过 坚持下去 总会有意义的 嗯 可能这也算是一个方法吧 我觉得这个算是我学到的 就是 以后如果有一段时间 这段时间确实 有一些难熬的时候 或者说真的是有很艰苦的条件的时候 这是一个不错的方法 嗯 我 这个戏是从几月份开始拍的 五月底 五月底 然后前段时间刚杀青 对 拍到九月底 所以应该算是 夏天整个非常热的时候都在拍戏 对 而且也是我拍过最长时间的戏 嗯 所以我觉得这么长时间 包括这么辛苦的一些付出 应该会 然后我没有离开过恒定一天 真的吗 就一直在 对 一天都没有离开 没有请过家 唯一出去 没有请过 没有请过家 唯一出去一天的是 正好休息 然后我也没有离开过东阳市 因为东阳市恒电镇嘛 那我只是去东阳市去 我说我太久没有进过城里了 我说我想去看一眼 然后我就跑到城里去 和和我工作人员一起去看了 那个若兰的那个新电影 信条 嗯 因为我 因为恒电也没有很大的电影 也没有很大的屏幕 所以我就跑过去 特意去看了一个电影 然后心满意足的回来 嗯 这 这稍微的出去放一下风 可能算是一个短暂的调整吧 对 但我挺佩服你能 能就是 能呆得住 从五月份一直呆到十月份 我呆不住 但是没有办法 但是没有办法 太厉害了 接了这个工作 然后 别人给了钱 就 就要坚持做 但是因为有 比如说我也会有一些什么事情 我可能今天会 飞一趟上海 会飞一趟北京 然后再飞回来 你想多了 你到那时候 你会觉得你稍微想动一下 你都觉得更累 嗯 飞一趟北京 飞到上海 你会觉得 我靠 回来以后更累 更不想拍了 嗯 所以其实蛮辛苦的 因为尤其刚刚你说 她的那些衣服的 那你们真的是拍完 如果一天拍完 那岂不是都会湿掉吗 一天 我里面会专门穿一件打几的短袖 嗯 我是要 一天大概要换三四件 就不停的 湿了以后 她就换下一件 然后就把那个挂到我车灯上面 让太阳晒 晒完了以后就 就换 就一直要换 要准备好几件 我的天哪 对 整个妆应该也会 比如因为出汗呢 妆 妆他们会想好的 就拿那个空调机 或者自己拿电风扇 一直对着锤 就确保头不要出汗 就身上流汗就行了 哎呀 我觉得付出这么多 真的是我觉得可能大家有的时候 对于演员 包括拍戏的了解 有一部分 但是真的没有这么的深刻 也需要大家去分享更多的 能让大家对于剧组的生活 真的是还是蛮艰辛的 所以每一部戏的背后 都是有好多人在不断的去付出 其实我觉得演戏啊 你投入也好 用技巧也好 用什么东西 但到最后面 我觉得最难克服的其实 就是你的 就是外界的条件 比如说 我想去演唱很好的戏 但是呢 我首先的克服 我很热 我非常热 我止不住的在冒汗 得克服这个 我才能够再去演戏 就很多时候 我们并不是说 我们说全情投入 可能你投入的时候 不会在意这么多 但是没办法 那个汗 有的时候 你就卡卡卡往下掉 掉了以后就得 不行 汗太多了 得再来一条 你有的时候 不但是 不但是我没有演好 是我首先要克服 可能我很累 我很困 比如说大早起来 六七点我要去拍 或者是拍通宵 我首先得克服 我很困 我很累 然后呢 又很热 我克服种种的生理原因 我再去演戏 对 这就是 有的时候可能 就是呈现出来 有瑕疵 就是这个 因为 大家可能 尤其是看剧的人 可能对于这个 不太了解的是 那个环境上 会有外界的 很多干扰的因素 对 这个天气 我觉得它只是 众多当中的 一部分 对 就是它不是说 我们可以全情投入的 就把这个剧 周围的一切 都是特别好的环境 特别舒适的环境 我只需要演戏就好了 没有那么简单 可能也因为 不是因为你的原因 有个人从这走过去了 导演说 卡 我的情绪刚进去 你卡 对对 这很经常的 对对 正常的 所以就是给人的 真的是蛮辛苦的 一件事情 我看刚刚 大家都在评论区说 说以后再拍啊 你们还想让张哲瀚 再辛苦 说以后再拍 多拍一些戏 心疼啊 好心疼啊 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 也可以问 我们之前看到 微博上有一些朋友 在留言问 说 提问 这次出新歌 有没有碰上 之前没有遇到过的障碍 也没有碰到什么障碍 就是说 学习了很多 对 那种唱法 包括 怎么去作为音乐 去表达 对 音乐的表达 这应该算是 学习 就是 新get到的技能 算吧 算 算吧 就是 跟说台词 还不太一样 好 大家有任何问题 也可以随时跟我们来分享 我刚刚看到有朋友问了 说 这次拍这个天涯客的 剧组的服装 有没有一些很考究的 就是给大家期待的地方 因为是拍古装嘛 而且说 张张汉之前经常会 会拍一些古装的剧啊 跟大家呈现出来 这次的这个 有没有什么亮点 厚 厚 大家那时候一定要注意 真的是在夏天 穿着很厚的 厚 拍过最厚的衣服了 是最厚的吗 跟之前其他的 貂皮 貂皮大衣 不透气 对 四层五层 国好 不一样的感觉 所以 真的是 你看 其实你穿很多 我觉得拍古装戏 比较多的 会穿不一样的古装的 衣服的时候 也会从他们这个 衣服上面 会看到很多 不同的文化呀 包括每一个 朝代呀 或者每一个时代的 那种 文化特征的一种体现吧 所以要跟大家说 在我们云天APP当中呢 最近有一档新的节目 叫做 飞夷帝恩眠 目前是第一期 已经跟大家见面了 其中的内容讲的是 苗族的一些 知谨的记忆 而我了解到 张哲瀚也参与到了 这个节目的录制当中 也已经有排期了 接下来会跟大家见面 张哲瀚也会跟大家讲一些 飞夷的文化的一些内容 所以大家可以在云天APP当中 直接来搜索 飞夷帝恩眠 就可以收听到 这个节目吧 会有很多一些文化的东西 去在其中去呈现出来 大家可以去多多的收听 我们接下来 也是算是一个考验的环节吧 就是其实大家都知道 张哲瀚演 应该叫做 演而忧则唱 可以这么说 所以呢 其实之前有很多的音乐的作品 然后又拍过很多的戏 比如说这个 云西传里面的龙飞夜呀 还有狼牙榜当中的林书啊 以及我们之前看的电影当中 烈火英雄当中的 正好这个角色 能不能这样 因为你之前有很多的音乐作品 然后又有很多 影视剧当中的角色呈现 用你的歌曲 去送给 这几个剧当中的角色 把比如说 云西传当中的这个角色 送他一首歌 你会送谁 送哪首歌吧 送给龙飞夜一首歌 送给龙飞夜一首歌 我觉得是 转身吧 转身 因为最后 龙飞夜和 韩云西 它是最后是分开了 然后 所以很像歌词里写的 以为你会义无反顾地陪着我 走到生命的终点 就是 很可惜的是 韩云西没有 没有和龙飞夜一起走到 最后的终点 是她 用她的 生命救了龙飞夜 所以你要送 送给她转身 转身 这首歌 送这首歌 好 这样吧 刚刚工作人员说了 说要让你抽一下 抽到哪 哪个角色 应该是有五个角色呢 五个角色 刚刚应该算是 跟大家已经分享了一个了 就是云西传的龙飞夜 要送给她一首歌 是送转身嘛 再抽一个 角色 应该算 这里面应该都是 你演过的一些角色 随便抽一个 也是送她歌 是吧 对 狼牙榜 少年灵叔 这个我就会送给她 我的那首歌 光 就是 去年的 对 少年无知无畏 用双脚来试探前方 就是很像 因为我觉得灵叔 就像一束光一样 在她很闪耀 精灵城中 最明亮的少年 对 所以这首歌是非她莫属 嗯 给这个角色 我记得我当时看这个角色的时候 嗯 她算是 算是比较 怎么说 争强好胜的一个角色吗 她就是很 一个很阳光 一个很 骁勇善战的一个 这个少年将军的一个形象 嗯 对 就是大将军的那种 她气势蛮蛮强的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跟这首光 起码 对对对对 还挺还挺搭的 对对对对 对 再来抽一个吧 抽一个角色 烈火英雄政治 嗯 正好 正好 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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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烈火英雄的政治 一首歌 那当然就是上海的雨了 嗯 灭火嘛 那必须得要雨 嗯 就是希望一场大雨 帮她把那个火 直接就给灭了 不用牺牲了 OK 这个这个解释很棒 很好 对对对 嗯 这样吧 我们送给 刚刚说 送给粉丝一个福利 嗯 能不能今天在现场 跟我们 轻唱一段你的歌曲 啊 嗯 好 唱哪一首 唱我遇见我 我遇见我 这次新EP当中的 同名歌曲 我遇见我 OK 先唱几句就好 阳光穿透蓝色的舞 那身的孩子全跳舞 你穿白色衣服 做优雅的学徒 孤单很讨厌也很苦 学会幸福 先学辛苦 你离开家的路 落幕 虚幕 好 好 这算是在今天 在云听APP当中 收看我们这期节目的朋友 送给各位的福利吧 我算是 所以呢 我觉得大家有福了 刚刚听到了清唱版的 实时版的 我遇见我 这算是带给大家的一个福利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 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分享 我们来进行第二轮的抽奖吧 因为刚刚看到很多朋友 我可能是我们这边的这个评论 还是有延迟 因为看到还是在 大家在刷遇见张哲瀚 我们来进行第二轮的抽奖 第二轮怎么抽呢 抽奖的口令 由张哲瀚来出一个抽奖口令 让大家来在评论区去留言 我们这次会抽取三名 前三名朋友来送出 每人送出一张张哲瀚的亲笔的签名照 来送给大家 这次的抽奖口令是什么 十月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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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月十八号 好 十月十八号 是我们第二轮抽奖的口令 为什么 我觉得大家应该已经知道了 对 十月十八号 张哲瀚会 这应该叫做张哲瀚的首唱会 首唱会 大家目前可以 已经可以开始去购买 或者是 对对对 早就可以购买了 早就可以开始了 而且刚刚也说了 在这次的首唱会上呢 有我们刚刚 我们还没有听过的这首歌的 算是一个现场的版本 对 可以送给大家 而且也算是这次首唱会当中 带给只能去现场的朋友的一些福利了 十月十八号 抽奖口令 各位可以开始刷起来了 前三名朋友会送出 每人送出一张亲笔的签名照 随后我们工作人员呢 会来联系大家 送出这个签名照 我们再聊聊生活当中的张哲瀚吧 听说你非常会打篮球 还有高尔夫 是这样 对 来跟我们大家说一下 你经常会跟朋友一起去打球吗 打篮球还是 打篮球 现在已经很久没打了 是吗 对对对 但我是不是前段时间去打高尔夫了 对一直在 现在就是专注于高尔夫 为什么又转了呢 因为我受伤了 那个身体条件不允许了 已经 所以看你说天才 天才型的选手 你觉得这两个运动之间有什么不同和相同的地方吗 太多不同了 太多不同了 这两个运动 一个是篮球 是一个团体运动 嗯 它 可能有个人主义在里面 但是更加的是团队协助 然后这个是一个比拼身体素质 然后你跳得高 跑得快 嗯 就是很大的优势 所以我们却经常锻炼自己的肌肉 耐力也好 体力也好 和弹跳力也好 爆发力也好 去去提升自己的运动表现 是一个很对抗型的运动 嗯 对抗很激烈的一个运动 然后高尔夫就是完全另外一种运动 他是个人 嗯 与他人无关 就成绩的好坏 就比如说今天可能比赛输了 或者是比赛赢了 与他人无关 都是和自己有关 嗯 打得好是自己 打得不好也是自己 而且他是一个不是说 我可能急了 我可能生气了 我可能会打得好 那不会 那可能是 他是要越冷静 越有耐心 越沉得住气的人 才能玩这个运动 嗯 就完全是两个方形 以前我就刚开始学这个 打高尔夫的时候老板跳 就打他会越来越挤头 越来越挤头 就越来越打不好 后来慢慢的才打得多了 才慢慢的沉下来 就是 而且就是 就是你打的时候 我告诉自己 有的时候挥甘的时候是 啊 慢一点 慢一点 不是说 在场上 我要快一点 快一点 我要再跑快一点 我要再快一点 我要再敏锐一点 要不是 我要慢一点 慢一点 不要让自己挤 啊 就是完全两个 不同风格的运动 嗯 对 很考验你的耐力 那个就是很磨你的性质 磨性质 也不是说他 他就不累 他也 可能我打篮球 我倒觉得 他是一种抒发 没有那么累 但打这个就是 精神会疲劳 因为需要很多思考 嗯 不断打 不断思考 嗯 这个应该算更多的 是不是精神上比较累 对对对 打完就很困 然后 就很困就会 我觉得像我这种急性子 我觉得应该不适合 就有点着急 就有很多 我到现在 我很多打了很多年的朋友 他都会 可能一扬场比赛 就很打得很急 然后就失去信心了 被这个运动 他有趣就是在有趣 他就是这样 这个运动是永远不会觉得 你觉得自己好了 因为你永远都可以更好 啊 这个运动 永无止境 对 永无止境 就是你 永远不会觉得自己满意了 哪怕世界第一 他也不是说 就是我就对自己 你还可以更好 嗯 就是这个感觉 真的 这真是好难啊 而且好 好磨人的性子 对对 很磨很磨 嗯 但篮球就是 他可能更多的是考验的 人的协作能力 对 两个几个人之间的配合 对 嗯 不太一样的地方 所以今天我们也准备了 我的道具去哪里了 准备了一个篮球 哈哈哈哈 嗯 这个呢 我们今天想让你这么玩 嗯 因为既然是歌手 然后打篮球又打得好 所以可不可以 边转篮球 边唱歌 那我这个转球的实力 只够我唱一句歌 哈哈哈哈 先说唱哪首歌吧 就是因为你得转的同时唱 转的同时唱 那肯定唱不了 唱不了快歌 唱不了快歌 唱一首慢歌吧 嗯 好 唱什么 唱上海的雨吧 可能我我真的我我转就只能坚持一句 好 就掉了 来啊 可以 你小心 你小心 我我太久没有哄球了 我怕我怕转到你身上 上海的雨 整个城市 就没了 还没有一句都还没唱完 太难了 这个 对 这个太难 你还得 因为唱歌又得有气息 然后你就这样又往上浮 对对对 还得考验这个 这个 转手帕可能差了多 对 太难了这个 真的是 这个难 哎呀 嗯 这个篮球和高尔夫球真的是 那种运动的东西 我觉得 嗯 不管怎么样 不管做哪一种吧 应该算是 都算是 跟生活的一部分有关 因为你打篮球 可能就是考验你平常跟人的合作啊 嗯 平常我们跟团队的和人合作 其实也算是一种合作嘛 嗯 然后这个高尔夫球呢 然后又有能回耐性子 哎 我觉得今天听你这么一讲 我觉得我得去练 那一下自己的性子 平常太着急的那种可能是不太适合的 听你说话就觉得很快 就像在听说唱一样 平常是不是不太就这种人不太适合的 也不是说没有 没有说不适合 只是你信心会得到崩溃 你的信心一直在遭受着摧彩 嗯 就是那样 就是太着急了 人不能这样 你们打打就好了 你可能说你就把自己性子 性子磨 对磨下来了 OK 我们看看 看看各位的留言吧 有人问说 微博为什么叫张哲瀚疯子 嗯 就很早很早就取名这个名字了 就觉得是一种生活态度 嗯 对一件事情 热爱的很疯狂 很专注 嗯 就是一种态度 对 是一种态度 对 OK 嗯 这个真的是 之前就有朋友让我想让我问 就是说这个疯子 这个大家好像 昨天还跟一朋友聊 昨天有朋友问我说 你明天采访谁啊 我说张哲瀚 他脱口而出说 疯子叫哲瀚 嗯 就是好像已经成为了一个 连起来的一个 叫什么一个title了 嗯 可能这算是一种生活态度吧 对 就是会做一些 让别人觉得很疯狂的事情 嗯 嗯 不一样的感觉 对 就是想活的 疯狂 自材一点 嗯 再来跟大家提示一下 就是我们这期节目的音频版本 在今天节目结束 到明天的时候 大家就可以在我们的云听APP当中 去搜索全球流行音乐金榜来 听到这期节目的音频版的回放 当音频版的回放的数点击量 达到两万次的时候 就可以解锁张哲瀚的声音彩蛋了 所以大家就能够听到这期节目了 可以无数次的去回听 我们节目呢 还有一个应该算是一直以来的一个环节叫做金榜多米诺 就是上一上一期的嘉宾留下来一个任务 希望这一期的嘉宾去完成 当然今天你也要留下一个任务 给下一期的嘉宾 OK 我们请工作人员把上一期嘉宾留下来的任务 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我们留下了上一期嘉宾留下来的一个任务 以及我们节目组设置了一个干扰项 然后呢你来抽 你能抽到哪个算哪个 先来抽吧 一个是我们节目组设置的干扰环节 一个是上一期嘉宾留下来的一个任务 来抽 好 抽的是什么 抽的是我们节目组的干扰的环节 我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上一期嘉宾呢 是张子宁 他其实留下来的任务是 轻唱两句张子宁的新歌 如果没有听 就现场听听 好吧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节目组设置的干扰的环节 这个选项是什么 来给大家念一下 请用你在哪 你在哪呢 表现出一下情绪 高兴 恐惧 深情 愤怒 好 这个挺挺挺容易的 OK 用声音去塑造 还是要表情 表情 声音啊都可以 用声音去塑造吧 第一个是 高兴 你在哪 你在哪呢 高兴 恐惧 你在哪 你在哪呢 深情 你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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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愤怒啊 最后这个愤怒震惊了 你在哪 各位应该比较喜欢深情的那个吧 大家可以在语音听APP的音频版的回放当中把这个申请版的剪辑出来 然后无数次的去回听了 你在哪呢 这个是申请的 不是不是 这个是 这个是 比较 对我来说有点难 这个像北方 北方口音 对你在 对有点 你在哪呢 你们一般会怎么说 搁哪呢 哈哈 搁哪呢 不是 在东北话 东北 你们 你们那边 如果 会偏 雷海冰斗啊 所以我拿方言说 就是你会不会更舒服一些 没有 我说的都不是自己家的方言 说的都是别人的方言 反正我也听不懂 我也不知道 我刚刚说说广东话 那你们那边方言你会说吗 你在哪 好像没有说这句话 你在哪 就是用方言给妈妈打电话 或者给家里人 没有 我不太会说我们那边方言 不太会说 你在哪 好像我真的很少存在 哦 我知道 我知道 想起来了 因为江西话怎么说 好 江西话说你在哪呢 我刚想起来又忘了 彩莱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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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跟唱歌一样 彩莱莉 彩莱莉 哪 彩莱莉 高兴 深情的来个彩莱莉 我们一般通常不会深情的说这句话 一听就很重的 彩莱莉 彩莱莉 一般会很生气的说 彩莱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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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就是做什么呢 对 会比较多一些 彩莱莉 做彩莱 做彩莱 这张空白的 你来写下来 不要跟大家说 我们下期节目再来跟大家分享 我觉得可以难一点 或者什么样都可以 无所谓的 我们下一期的嘉宾 在下一期的节目当中 大家再去看张正翰 留给下一期的嘉宾了一个什么样的任务 是很难的 还是比较简单的 还行吗 还行吧 我们在下期的节目当中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留下来一个什么样的任务 下周的直播当中 金榜多明诺的环节 来跟大家公布 今天就不来 不跟大家说 OK 已经写完了 让我看一眼 难不难 OK 可以的 可以 好 没问题 下期的节目当中 来跟大家公布 有惊喜 希望下一期的嘉宾 可以完成我们留给各位的 这个任务吧 今天跟大家分享了很多 分享到了 张正翰的生活啊 工作啊 包括音乐啊 还有一些剧啊 其实 更多的呈现 我相信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 都会有更多的内容 去给大家呈现出来 还要提示大家的就是 10月18号 我已经记住了 10月18号带给大家的这个 应该算是一个首唱会吧 而且会有更多的 惊喜在首唱会当中 跟大家分享 包括我们现在还没有听到的 EP当中的那首歌 也会让大家去听到 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支持 张正翰的音乐作品 包括接下来 还没有跟大家见面 已经杀青的剧 会有更多的精彩呈现 也非常的感谢 大家可以收看 我们这一期的节目 那我们这期节目就是这样了 拜拜 拜拜 拜拜